人类被套上了狗链 变成了圈养的虫 每隔两周半 就会被这些巨大的外星人带出来 去寻找星球上剩余的人类 就如同消灭害虫一般 投放毒气将大片的人类杀害 面对成群的人类 外星人碾压小强一样直接一脚踩死 就算狗活的人类奋起反击 对于外星人而言 也能算作是各脚的虫子 女人紧紧抱着自己怀里的孩子 拼命逃离 只要过了这座山坡他们就安全了 可这时 一只蓝色的巨手从天而降 轻轻推了一下女人 直接让她滚落了下去 而三个巨大的外星人趴在地上戏耍着女人 女人抱着孩子四处奔波 但每次都会被堵住去路 一段时间后 外星人似乎感到了厌烦 直接抓起女人将她戴上了高空 松开手指 女人就这样坠入死亡的深渊 这群长相奇异的蓝色巨人 便是这颗星球的无上统治者 戴格斯人拥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而星球上的另一种生物 则是与人类相似的奥母人 由于他们体型娇小 繁殖速度极快 文明也只处于石器时代 所以一直被戴格斯人视为低等的虫子 每隔两周半都会进行一次清理灭杀 只有极少数的奥母人能成为宠物被饲养 而刚目睹自己母亲死亡的小奥母 就被这名提瓦的少女捡到 她跟父亲提取想要收养这个宠物 父亲并没有做何考虑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提瓦为了防止小奥母四处乱跑 父亲特意做了个项圈 只需轻轻拨动控制器的按钮 小奥母就能被相绢带回来 提瓦还特意为她取了个名字德尔 从此德尔便一直陪伴在提瓦的身边 提瓦还特意用他们的高科技耳机 让德尔这个小奥母人学会了戴格斯人的知识 而这也让她变得不一样起来 一群人类为了争作宠物 而互相厮杀了起来 下手一个鼻个狠 一旁的德尔健壮 愤怒的牙痒痒 她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相绢 脑袋里诞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主人提瓦 也到了外出求学的年龄 并在学校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冥想 也就意味着 提瓦不再需要耳机来学习知识 而这恰巧给了德尔一个机会 于是她趁着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便偷偷将耳机带走 当提瓦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德尔不见了 正当她手足无措时 她的母亲及时提醒她 这才让提瓦想起使用项圈的功能 准备将德尔拉回来 于是 德尔便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往回拉长 幸运的是 在飞过一棵大树时 耳机刚好卡在了树根之间 这才没有被拉走 随后被一个路过的女奥母人救了下来 通过一番短暂的交谈 她得知德尔无处可去 并将她带回了自己所在的部落 在这里生活着许多奥母人 当他们看到德尔滑稽的宠物造型时 都纷纷嘲笑着她 不过对此德尔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还提出 希望能通过耳机能够改变族群 但是这些奥母人并不领情 直到德尔准确地说出箱子里的物品时 不过一名巫师还是不愿意相信 并安排手下的得力大将与德尔生死对决 刚开始连连受挫的德尔在稳住阵脚之后 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很轻松地就将对方反杀 见到这一幕的众人都相信了知识的能力 纷纷开始通过耳机学习知识 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文化革命 这群人类如同蚂蚁般被活生生踩死 作为多年的主宰者 这些外星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奇怪 反而是受够了压迫的人类 鼓起勇气拿起武器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反击 他们用抓钩将外星人放倒在地 随后一群人蜂拥而上四处攻击 直到外星人成功被他们干掉 但他们并没有对此感到高兴 因为这根本就是压倒性的战斗 而且他们也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德尔带领幸存的族人 开始了踏上寻找新家园的旅程 成功找到了一座被外星人遗弃的飞机工厂 他们决定在这里安家 建立了属于他们的文明 而这颗星球上的其他奥姆人 得知消息后也纷纷跑来加入他们 在此的两年半 他们利用获取到的知识 成功将外星人打造的火箭 缩小到适合他们使用的尺寸 准备逃离这颗星球 飞往遥远的原始星球 不过一次意外 外星人发现了他们的根据地 如同清理垃圾一样灭杀着奥姆人 德尔他们只得登上仅有的火箭 提前飞往原始星球 然而 当他们到达那里时 惊讶地发现 星球上到处都是外星人的无头雕像 原来 外星人在进行冥想时 灵魂便会飞到这里与雕像融合 并进行神秘的仪式 跳舞 为了报复他们 德尔他们将雕像打碎 却意外得知 那些失去雕像的外星人 最后都会变成没有灵魂的躯体 这也让外星人变得人心惶惶 奥姆人借助这个办法 成功将局势逆转 外星人的首领们也知道 这样下去对谁也没有好处 于是他们向奥姆人妥协 最后双方签订和平协议 从此 两个族群开始了互相合作 并且为奥姆人重修建造了一颗星球 作为他们的母星 而在2.5亿万年后 外星人居住的星球消失了 奥姆人便将原始星球 重新命名为月球